再來又看到的是新北市一名國中生 騎U-bike上學 才路口要左轉時逆向 騎到了對向車道 騎士閃避不及 兩車就這樣子撞上了 還好雙方的傷勢都不嚴重 另外在台北市也發生了一起車禍 特斯拉車主在醫院看完 只要離開才剛出停車場 就跟一輛大貨車發生了擦撞 雖然說沒有人受傷 但是這麼一撞 特斯拉車頭幾乎扳回 大貨車路口右轉 後方跟著一輛特斯拉 還沒彎過去 大貨車車尾就喊特斯拉車頭撞在一起 這一撞特斯拉傷得不輕 左前方引擎蓋保險桿刮掉一半 車殼零件散落一地 板金也被撞凹 停車場出入口 北往新方向行駛時 其右側車身與寧南年約62歲 駕駛一步自小客 沿同停車場同行方向 左前車頭發生碰撞 28號上午 特斯拉車主在醫院看診完 開出醫院停車場 當時大貨車剛好在醫院施工完畢 要回公司 雙方疑似都沒注意到大貨車內輪差 兩車就在醫院停車場附近 路口相撞 索性沒有傷亡 而在新北市也發生一起車禍 騎士騎到路口 一台U-bike突然逆向衝出 騎士想閃都來不及 這是一名國中生騎U-bike上學 在沒登號的路口 逆向左轉遭到撞擊 好在傷得不重 雙缸均有輕微手腳差錯傷 立即送醫整治 國中生左轉沒有禮讓騎士 騎士沒有注意 車前狀況都有責任 不過國中生違規跨越雙黃線 依法最高可罰1200元 行車上路別違規 否則出了車禍 傷人傷急 記者綜合報導